嗨,大家好,我是Nick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最近一直在客户这里 所以今天还是在丰州站介绍美食 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一家原乐炭火烤肉 日本有两家 丰州一家 大观山一家 因为没有网站 所以把地址写在简介中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对了,这家店客人很多 我等了45分钟才进去 如果不好吃我就 这家可以使用现金 信用卡 各种电子钱包 还有微信和支柱宝 客人多的话 店员会让你边坐边等 不过我45分钟都是站着的 店员会给你量体温 体温正常才能进去 店员穿的都像从夏威夷刚回来的一样 好花 这家烤肉店 桌子上居然没有调味料 包的话我就放在对面的座位上面了 这个就是中午的套餐 每种套餐都有主菜 蔬菜色拉 汤和米饭 便宜的套餐价格就在1500日元以下 贵的话就是这种 精选A4和牛拼盘 五花肉 里鸡肉 价格都在2000日元左右 还有就是这个内脏盖椒饭 晚饭的话有这种内脏套餐 两人份的 如果人多 不知道吃什么的话 也有这种两人份到五人份的组合 这家店也开始了高级和牛半价的活动 不过 美味可能只能点一块480日元的和牛 饮料的话有碳生饮料 乌龙茶 鸡尾酒 高杯酒 喜酒 总类还是挺多的 价格在400日元到3000日元不等 今天我点的是这个 横格摩楼套餐 蔬菜色拉都是生菜 没有其他的蔬菜 上面就是酸甜的色拉酱 和其他的店没有什么区别 味道也是很普通 蔬菜色拉吃完后 接下来就是横格摩楼了 我们来尝一下 这个横格摩楼非常的嫩 而且入味 味道有点咸 肉香浓郁 其实我烤的时间有点长 但是口感完全没有觉得老 再配上这家的酱汁吃一下 这个酱汁和我吃过的其他烤肉酱差不多 就是甜味的 很下饭 不过盖过了肉香味 觉得就是在这酱 横格摩楼有五块 每次烤的时候那种滋啦滋啦的声音 听着就很有人 牛肉抱着饭吃 肉的香味渗入每一粒米饭 真的很好吃 套餐里还有两块鸡肉 接下来尝一下鸡肉的味道 鸡肉的肉子很有弹性 也很嫩 一口咬下去有点味噌的味道 可能是腌制过的吧 这一块烤的时间有点长了 但是鸡肉很香 完全不用蘸酱料 也很好吃 最后就是两根猪肉香肠 一口咬下去 表皮很脆 肉质很有弹性 外香里嫩 味道也是不错的 蔬菜就是三种 看上去有点像猪猪的感觉 也太少了吧 这个味道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蔬菜的本味吧 汤的味道有点像 墨鱼花和昆布煮出来的日式高汤 上面加上一点葱而已 总结一下 在家店烤肉价格不算便宜 味道的话 横格木肉真的很好吃 鸡肉和香肠只是配价 味道还可以 我还是推荐我拍的牛角性价比高一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